今天吃的是什么 看看这 这里一份有86个签子 我们今天吃串香 他们家的串一共有100多个品种 朋友们非常的丰富 而且很多的这种串的料 都是从中国空运过来的 特别的新鲜 然后接下来给你们拿出来 你们看一看 我们来密制一个我的调料 刚才我盛了一些 这个根据自己不同的口味 散行自己喜欢的调料 所以大家能够看到 他们家的料的品种特别的多 这样mix以后呢 味道就棒棒哒 哇 坐在这 看我们的锅 仙气飘飘 怎么样 今天点的是三种不同的汤 刚才老板娘 我介绍了一下 他们家的这些串串 来看这个 可能如果说你是中国的朋友 这个就不用介绍了 但如果是新加坡的朋友 这个必须给你们介绍一下 在四川的 长庆成都地区 他们吃的都是一种串串 然后在锅里面去涮 还有一种剩的串 那冷串就提前放在一个大锅里面 把所有的串放进去 这只是热串 所以说呢 就需要你现场 涮酱更加味深 好吃 他们店的食材都是从中国轰运过 尤其是这些串串 那么他们家店的这些串串 都在从中国轰运过 果准了它的新鲜 而且口感 看这些串串都是提前要腌制好的 哎 这个就有些小秘技在里面 而且呢 他们家现在正在烤 果准了十个啊 只要十九元行李 怎么样 来不来 今天下结论不要那么早 为什么啊 光说了半天好不好吃 还不一定啊 是不是 鱿鱼我比较能吃辣 所以我放进去 品尝一下这个辣锅 看这个 看看这个牛油 嗯 我们要看看牛油 哇 嗯 这场我刚才我刚才弄的 这个牛油的香味真的到了 嗯 嗯 香肠脆上牛油辣椒 再给你们来 来 这个 肉 一个牛油的香 哇 这个我不蘸料 不蘸料都特别香 哇 太好吃了 我们再来品尝一下 番茄锅 看看番茄锅的口感怎么样 哎 浓浓的番茄锅 嗯 嗯 这个番茄锅呢 嗯 通满了番茄的香味 嗯 老板来说 他这个番茄汁啊 自己调配的 特别香 哎 吃完番茄锅再吃 大火锅 香菜牛 嗯 一吃 清淡锅 他那个 大火汤的味道 咱们可以得泡上个香味 哇 不味 不鸿 老板 重点给你们介绍一下 他们家的这个辣子鸡 刚才呢 端上来的时候啊 我偷偷偷的来了一块啊 为什么叫偷偷的来了一块 因为我看到上面这个辣椒 红红火火我已经忍不住了 我跟你们说啊 特别好吃 为什么这么说呢 所有的川菜馆在新加坡的 都有辣子鸡最高菜 但是能炸到这么酥脆的 截止到目前 我吃了这么多家店 他们家辣子鸡 No.1 特别酥脆 听我咬一下 听 哇 通常做到的是 外交理论 哇 而且刚才我特意问一下老板 老板说 他们家这个厨子 非常这个就是来自中国了 光做辣子鸡啊 就千锤百链做了很多年 所以这个手艺是无果恒青 嗯 所以说 如果你们来这家店 乱子鸡是必输点的 哎朋友们 这吃完了串串 我们又上到他们家的二楼了啊 二楼别有洞天 有什么呢 有甜品 给你们看一下啊 哇 品种特别的多 哎 我们来尝尝这个 生巧慕斯 就是黑巧克力慕斯 哇 太精致了 浓浓的 黑巧克力的味道 哇 这个巧克力的慕斯啊 吃着真的停不下来 因为 大家可以看到 它分层次的感觉 一共有三层不同的口感 哇 当你这个小勺子 直插着到这个碗底的时候 这三层的味道 把木被你服过 哎 我们来尝一尝 老板娘亲手自作的手工酸奶 哇 哇 哇 多稠啊 在超市里可买不到这样的酸奶 太好吃了 同样的啊 他们家的甜品都不甜 这一点必须夸啊 因为本身在新加坡的话 新加坡政府就倡导大家少吃甜的 哎 他们家这个啊 不打都不甜 真的 这个酸奶 淡淡的 牛奶的 香气 太美了 哎 朋友们 还有 芒果 珍珠 酸奶 哎 我偏偏不吃这个珍珠 哇 哇 哇 芒果味特别特别特别多了啊 那个珍珠呢 都是用蟒蹄做的 晶莹剔透啊 非常像真的珍珠 嗯 口感很好 最后的最后 肯定你们会说我吃太多了 没错 好 为了品尝美食 咱们必须吃到位 最后一杯 草莓奶昔打底 嗯 浓浓的草莓的香味 加上酸奶 再加上沙冰 三条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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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不下来这种美味 视频的最后啊 我要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朋友们 啊 来他们家如果你不方便 给我来亲自买酸奶 他们刚才我说的那个酸奶 特别好吃 可以网上下订单 直接送到你家 非常方便 只有这边的冰们 是不可以送你其他的 都可以 快儿棒 好了朋友们 马上就要说再见了 今天的视频就要完咯 最后我要告诉你们的 在他们家 可以在楼下吃火锅 如果你吃又麻有辣的那种口感以后 需要上楼上 稍微的吃一些甜品 压压那个麻辣的口感 那你就选对了 所以呢 这家店是咱们必须要来品尝打场的 楼下吃酸菜 没得说正宗 楼上甜品走一波 拜拜 拜拜